好,这个范例呢,我们有多国语言编在同一个HTML里面 好,那我们显示是OK的 那你看我是怎么做 我HTML里面呢,这边有放一个Meta 那这个Meta就告诉了浏览器说 这个编码方式是UTF8 然后呢,我就把英文的放一段 中文,繁体中文 这里我们校长有个坚持 就是,他说我们不可以讲繁体中文 因为繁体中文好像很繁,很麻烦的意思 我们叫正体中文,不叫繁体中文 但是我是觉得没差 好,那另外简体中文,日文 那韩文,你会看到韩文在我们这个 这个Nopay++里面根本就显示不出来 没有这个国家 没有这个国家,不是不是 不是没有这个国家 是因为我们用的是中文的Windows 所以他显示不出来 可是我觉得很奇怪,那为什么日文显示得出来呢 这显然有点 OK,所以他被除名了吗 最近大家都很讨厌他是不是 好,特别是上次那个什么 LTPA还是什么之类的 TPA,TPA OK,我是没有看的 好,那你就可以看到这边其实在浏览器里面的韩文显示是没有问题的 虽然在这里看不到 但是在浏览器的显示韩文没有问题 所以未来各位你要怎么测试多国语言 其实目前支援多国语言支援最好的一个显示的程式就是浏览器 所以你如果对于那些显示不出来的字 你只要把它改写成 第一个,你确认你的编码正确 第二个,你确定你贴进来的东西正确 就可以显示 编码正确贴进来东西正确就可以显示 所以像在这里韩文也没有问题 那像刚刚我们还有贴了一堆什么 这边不知道什么奇奇怪怪的文的 那这种相信你贴进去看看应该不会有太多问题 因为这边都是用unicode的 我把这一段也贴进来 好,我把这一段也贴进来 那我们再重新显示一下 对哦,看起来是对的 虽然我们不认识它 但是看起来是对的 所以最后你要做多国语言的时候 目前真正最好的环境就是浏览器 连记事本都不能相信 因为你看你这个如果用记事本去给它编 你就会发现一些问题 日文OK,韩文就不行了 刚刚那个不知道什么语言的也不行 但是因为我们是繁体中文嘛 所以当然OK啊,简体好像它把它归在跟繁体一样的字码断 所以只要你有下载这个字形就会有下载简体的字形 然后呢,也会有下载日文的字形 所以这边好像都OK 那因为我们没有下载韩文字形 所以这边就不OK 也没有下载这个字形所以也不OK 但是浏览器里面呢 它会动态的去下载字形 所以就算你有缺 它到时候会补给你也是OK的 好,那这是有关于编码 所以请各位先做一个练习 这个练习就是呢 来,出今天的水堂作业 好,多国语言网页哦 包含至少五国语言好不好 至少五国语言 好,那请各位试试看吧 至少五国语言的多国语言网页 然后贴上来